我与各位漫谈这位青年演员,他出生于四川重庆,在2019年夏天的一部《陈情令》,让他和王一博同时火遍了大江南北,此时我想大家都猜出了他是谁。 我认识的肖战是一个眼神如同泉水般清澈透亮,笑容会融化百年冰川的男孩,对,在陈情令没有问世之前,肖战就从2015年已经出道,在短短几年磨练和薰染之下,填借着陈情一具迅速爆火,2019那个夏天,他汇聚了所有的兴芒,成为稳居各大平台的第一名王者,作为顶流明星,肖战有多优秀,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光辉夺目的成果吧。 2020年春节晚会没有选定李宪、杨子,而是最终议定了肖战,不正是说明了他身上突出的特色,与他人不同,且有着代表性意义,各大地方媒体力挺肖战,支持维护肖战,正是看重他体现出的价值,肖战有良好的教育,从学生时代的优异少年,他追求梦想为目标,不忘初心坚持不懈,在三年的奋发图强中不断提升技能,他为人处事随和谦让, 在众多的娱乐圈前辈合作中,都是有良好的口碑,纳英、周华健、李宇春、张韶涵等资深明星,对他赞赏有加。 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,为武汉捐款捐物资,爱心帮扶助农工艺,一天就售卖四万单,肖战带领小飞侠,踏踏实实地做慈善做工艺。 央视、人民日报、光明网等各大媒体力挺肖战,表示支持明星肖战,对传播正能量,给予肯定点赞。 肖战仁爱善良体现的不仅于现颜值,更多的是素质涵养,道德情操,他妹赞美光彩夺目,他深具爱心倡导者,活跃在慈善公益的第一线,把爱和美传播给了所有人。 明星,作为某领域有影响力人物,他也是一个普通人,但是要承担比普通人百倍压力,他们在社会中体现的价值高不可及,他们对社会的付出也会更多。 网络上有些不了解肖战毁谤,他是一夜成名,红得太容易,红得太快,那些戴着有色眼镜,看他的冷眼电镜巨婴,可曾想过,有谁天生就可以成功。